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是美国加州时间 4月3号2022年 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 6022新年快乐 为什么是6022 有一些观众不太明白 那不太明白的就请您去观看 从犹太历上消失的240年 千年如一日和日均再来 那个是我去年2021年 在台湾所分享的信息 为什么4月3号2022年 是依照圣经跟农业校正过的 符合圣经的创世以来 6022年的新年呢 这是因为6021年呢 有13个月有一个亚达月1跟亚达月2 为什么要加亚达月2呢 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大麦并没有成熟 所以呢必须要加一个润月 等待耶路撒冷的大麦成熟 所以呢过去几天呢 耶路撒冷的大麦呢是成熟了 那么呢而且呢 照着圣经的规定 必须要两个见证人 在耶路撒冷观测到新月 那么来决定那一个亚比月1号 或是尼赞月1号 就是犹太利的新年的开始 但是呢因为没有观测到新月 所以照这个希伯来立法呢 一个月呢不是29天 就是30天 如果29天的时候有观测到新月 那么呢那个月就29天 但是呢如果在29天的时候呢 没有观测到新月 那么那个月呢自然就是30天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4月3号2022年呢 就是符合圣经规定的 希伯来立的6022年的新年了 我们是很幸运活在这个末世的时空当中啊 因为呢以色列复国了 而且因为呢阿姆斯状啊登陆月球了 以后呢我们才有机会 才能够复原 我们叫做restore 和和本的翻译叫做复兴 这个立法 就是这一个呢 符合圣经的农业跟天文 校正过的希伯来立法 那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呢 因为有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明白 就是神的行事力 是照这个来的 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啊 三章20节跟21节说 主也必拆迁所预定给你们的 Messiah耶稣降临 接下来说天必留他 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the times of restitution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 在这里呢 就很清楚 彼得就意思就说呢 耶稣回来 Messiah回来呢 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那么这个在他回来之前呢 必须要有个万物复兴的时候 和和本把它翻译 the times of restitution 就是物归原状的时候 或是把它恢复的时候 恢复到过去的样式 或者是呢 把那个失去的呢 还给你的时候 所以呢 在某一种意义上面来讲呢 很可能跟Jubilee Year 跟这个喜年啊 每50年一次的喜年呢 会非常的有关系啊 那主耶稣回来建立千禧年王国以前啊 那他必须呢 有很多的事情要必须 必须先把他被恢复过来 然后呢 他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开始他的千禧年的国度 那其中之一啊 其中两个要点 第一个呢 希伯来文 好 那所以呢 在犹太 犹太人复国了 那么呢 这个希伯来语啊 也变成了 再一次的呢 成为一个生活里面的 被恢复过的语言 因为本来呢 就是犹太人失散到全世界 被放逐到全世界几千年以后啊 这个语言呢 他是 只是在行仪式的时候呢 所使用 他不是一个生活里面活生生的语言啊 但是呢 以色列复国了以后呢 这个语言就被恢复了 这个希伯来语呢 就被恢复了 那比如说 以前没有手机啊 这个mobile phone啊 现在这个 在希伯来语里面 就是有这个手机mobile phone 这样子 那 所以这个语言 要先被恢复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年历 一个王国 一个国家 一个国度 他呢 都会使用他自己的一个年历 好 那何况说这个年历呢 是上帝呢 借着摩西呢 所制定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活在这时代 光是看到这个希伯来年历啊 被恢复 而且是符合圣经的 这个希伯来年历被恢复了 这个我们知道说 我们离主的来日子尽了 好 另外呢 明白神的行事力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不是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说呢 一个照着那个日期呢 来作息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深深的探究的时候呢 会非常的惊讶 说 哇 原来呢 耶和华神的行事力里面呢 是包含了呢 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 哇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耶和华的立法上面 所规定的七个节期啊 叫做耶和华的节期 不是犹太人的节期 意思说这个是耶和华神 他自己的feast 是他自己的节庆啊 他自己所定的 好 那属于他的节庆啊 那么这里面呢 有秋季的四个节庆 那我们都知道 一开始 那就是那个 尼善月或雅比月的十四号 那个是玉月节 再来就是除孝节 除孝节 在出首节 在五旬节 每一样都有他深刻的含义 而且呢都有他预言的含义 主耶稣他来的时候 第一次来的时候 也真的就应验了 春季的四个节期 的所有的重要的含义了 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让我们呢 更加的要来关注 明白啊 在末世时空当中啊 神的行事力啊 为什么 这牵扯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啊 秋季的三个节期啊 这实在是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情啊 从吹脚节 到这个赎税日 然后到祝盆节 OK 那总共呢 就是那么二十二天的时间啊 就全部结束了 所以就为什么末世里面呢 那个脚步呢 事件的发生呢 速度非常的快 好 那这个秋季的三个节期啊 就是跟你 我 还有我们的下一代 息息相关的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来探究 要来明白 要来遵循 这个经过农业跟天文校正过以后的 符合圣经的西伯来历 这样我们活在神的时空当中 我们跟神呢 明白 会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而且会更加的警醒来预备 主的再来 那么创世以来 六零二二年 今天就开始了 一月节啊 或是尼三月十四号 那么就会是在四月十六号 二零二二年日落开始 那初首节是什么时候呢 那个照圣经的规定 那就是在一月节之后的 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 所以呢 照四月十六号 一月节这样来算 那四月二十二号日落 那个是第一个安息日的开始 所以四月二十三号日落呢 就是初首节 或者是真正的复活节 但是呢 一般教会啊 他庆祝的复活节呢 是四月十七号 以今年六零二二年来讲 那是四月十七号 那为什么是定在四月十七号呢 因为呢 照传统上面的规定啊 那是在春分 每年的春分以后的 第一个满月以后的星期日 是这样规定的 那么至于的耶稣受难日啊 他们叫做Good Friday 我们就这是罗马天主教他们的使用的这个语言啊 Good Friday 他们把它定在星期五 那么所以呢 一月节呢 就只好是四月十五号的 他所以大家都可以明白呢 他们是先定了复活节啊 先把这个Easter Sunday 复活节呢 先把它给定好了以后呢 再倒推回去 那个星期五 然后呢 就把那个定为育月节的日子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个呢 并不符合耶稣自己所说的 约拿的神迹 他就要在地中呢 三个晚上 三个白天 而且是第三个白天快要日落的时候 他要复活 那么呢 这是约拿的神迹啊 所以呢 耶稣是星期三下午上十字架 星期三的晚上 星期四的晚上 星期五的晚上 就三个晚上 星期四的白天 星期五的白天 星期六的白天 快要日落的时候呢 他就复活了 好 那并不是一般的 我们所说的教导 说到了星期天的早上 清早 那个时候才复活的 好 那么精准啊 我们在 呃 言习神的话语啊 精准是很重要的 尤其在这个 讲到这个 耶和华神的 密法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精准是非常重要的 我举两个点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启示录的最后七年 好 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的 最近呢 尤其在俄乌战争啊 那所引发的这个种种的 包括核战的危机的 这样子阴影啊 那让大家呢 就又一次的 这个末世时空的 这个神经都站起来了 所以呢 启示录里面 有讲到最后的七年嘛 那是丹音礼书里面的 第七这个七啊 那个末世时空 什么时候跳动 那么这个呢 是照着上帝所定的 符合圣经的 希伯来历 要来计算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明白说 真正照圣经啊 的希伯来历呢 它是哪一天 一年的哪一天是开始嘛 就好像我们知道说 哦 6022年的新年呢 就是4月3号日落开始 这个很重要 这样你才能够跟着 启示录的教导呢 把后面的七年的事件 把它排出来 你看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可以算得准 你也知道 后面要发生什么的事情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非常重要的原因啊 精准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 弥赛亚耶稣的日子 那什么叫弥赛亚耶稣的日子 就是 耶稣回来呢 把我们复活 然后把我们提到天上去 高养的婚宴 那个日子 这个呢 是在提斯里约的一号 吹脚节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 照耶和华神的立法的 那个新年第一天 是什么时候 那你根本就不会 明白说 哪一天 就是那个吹脚节 那这样子失去了一个 警醒预备的机会 而且呢 那时候迷迷糊糊的过日子 耶稣回来 被提的时候 哇嘞 我怎么不知道 我怎么还在这里呢 好 所以呢 这个精准是很重要的 照JR Church 就是从 犹太利上消失了 240年的 这个作者 JR Church 他自己的计算 今天我们就是 开始了 下一个 安息年的循环 我们知道 安息年是每七年啊 是一个循环嘛 第七年就是一个安息年 那为什么要明白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但以理书的 七十个七 或是启示录 最后末世时空的 那个七年 他不是随随便便 可以在 七年当中的 任何一年开始的 他呢 必须要呢 是要从符合圣经的 来算 就是说呢 他必须是从那个 一个cycle 这整个七年的循环 来启动 所以说呢 他一定是落在一个 七的 安息年的循环里面的 第一年 开始启动 那么 所以呢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启动了 这个整个下一个 安息年 七年的一个循环 一个cycle了 所以到了 6028年了 就是下一个 安息年了 6028年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6028 或者是称为 公元2028 那这个是 照Michael Rood的 研究呢 是主耶稣在 钉十字架 复活 满两千年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主耶稣是在 公元28年的时候呢 钉十字架 跟复活的 好 那么在圣经里面啊 约翰福音里面 有提到 主耶稣 跟撒玛利亚的 妇人传道以后呢 跟撒玛利亚 村庄的人呢 同住了两天 而且他跟门徒们 讲说你看 庄稼都成熟了 指的是这个 外邦人的庄稼 灵魂大收 的那个收割 可以开始了 然后呢 耶稣就跟他们 同住了两天啊 所以在约翰福音 四章 40节 41节 特别有讲到 这些外邦人 就求主耶稣 跟他们住下来 他就在那里 住了两天 41节 更清楚了 因耶稣的话 信的人更多了 那42节 他们就讲说 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 救世主 所以这本身 就是有一个 预言的含义在里面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主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所以呢 两天呢 就是两千年 那么满料 两千年的时间啦 那么在这个 和西阿苏 六章 第一节 跟第二节 就讲到以色列了 好 非常的清楚 在这里说 来吧 我们归向耶和华 他撕裂我们 也必一致 他打伤我们 也必残国 过两天 他必使我们苏醒 有没有苏醒 有 以色列有没有复国 有 几天 两天 好 那么第三天呢 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 得以存活 所以 照这样子来看 我相信 6028年 开始呢 就是以色列 全家得救的人数 会越来越 快速增加的时候 那这个也是 end time 里面非常重要的 一个赛 因为到时候 我们的耳朵啊 我们属灵的耳朵 将会越来越清晰的 听到我们爱人 主耶稣 他哒哒哒的马蹄声啊 从远处脚步 这个马蹄的声音 越来越快 马蹄的声音 也越来越清晰 也离我们 越来越近了 好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祝各位6022年 希伯来历 新年 Happy New Year 我的脚 登上过盛山 就是西安山 耶和华的山 我的身体 爱经过声索 就是圣殿里 所在身体宝座 永远都记得那一刻 天与地连接的那一刻 心中涌动着那个声音 阿里亚 阿里亚 我要回家 我好想回到那一刻 回到未来的那一刻 天与地连接 天与地连接 你与我见面 你对我说 欢迎回家 我好想 我好想回到那一刻 我好想回到那一刻 回到未来的那一刻 天与地连接 天与地连接 你与我见面 你对我说 欢迎回家 阿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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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家 阿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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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